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季发生在一个地方 那究竟地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这样的一个艺术季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强调了有关于石头的产业在花莲 从矿场到文创在技术上面在观念上面的突破 因此我们也设计了相关的活动 包含艺术市集 展览的导览 还有艺术家的座谈会 那工作坊呢也是邀请我们的石雕艺术家 带领着观众了解石雕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这一切的国际石雕创作营 也是首次将所有的展览活动 以及创作营集中在我们文化园区的草坪跟周边的管设 让大家把这一次我们核心的精神 重新探索石头本身 然后看到花莲在地艺术创作的能量 互动的形式以及国外艺术家创作的动态的过程 那在同一个空间里头 让大家可以比较聚焦地去感受到 这一届国际石雕技术季它的核心的精神跟想法 我们也把石雕创作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延伸到云端 将户外创作营的作品转换成为NFT 透过NFT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风潮 能够跟展览的互动产生了一个结合 让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技的形式 能扩大大家参与的方式跟它的形式内容 我们更希望透过很多的教育活动 从这个矿场到石材场到这个艺文空间 到市民大众的生活当中 都把它一气呵成的连在一起 打开这个美术馆的大门 让更多的人进来 也让更多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涵养 能进入到我们花莲的生活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